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下吧 之后黑系就是得出头逃跑 这双交换几个都比较正常吧 黑一次这个帽子不太好吧 首先这个贴跟退交换黑系肯定是烧亏的 现在就是白系把下边一收把下边黑系本来有眼围的地方都收没了 本来黑系正常在下边还有这里都是有眼形的 我把你挖我也给断了没用吧 本质上黑系走的是单关 我这下好像应该并在这儿吧 实战黑系为了断白系这样 老师 而且还在这儿爬了一下 这个 我要时空还不容易啊 我把那个给拔了让你爬我就不行了 我要那个时空还不容易 我把那个给拔了 拒哪个 我把那个给提了 我把那个给提了 这一串的交换呢 这个交换这一串没看明白还记忆图吧 我以为是一边跳的就比实战好啊 不知道断的目的是什么呀 这次还是挺强的 百姓局部确实是有缺陷的 后来还一走这里 刺完之后不走了 那黑区正常应该这里需要补齐了 哪里能围住啊 他围你再进来他也太吃不了你 那小一点呢 怎么小 我这下边漏风 这有啥围的呀 感觉这里是个棋锁吧 走这感觉脱离主演场了 后来这里 尤其如果打吃 这儿比较乱 我还能接受 我还能接受 在这里 下离航也正常的应对吧 最后做成这样 后来白姓这个飞可能有些过分了 白姓就是把自己的断念补一补吧 这儿应该黑戏相当买下了 这个 嗯 当然不知道黑戏会走什么了 反正不管黑戏怎么活 这反正挺苦吧 这都贴着白姓左边的这个价值低的地方 白姓这儿下文件一些 我连班不可以吗 我连班不可以吗 这里很乱 你能算得起吗 我连班不可以了 我算不太轻 假设白姓退一个呢 我连班不可以了 我们白账下文件一些吧 实战飞有点着急了 其实自身机型是有问题的 在这儿比较简明一些吧 就是 很困难 可以这个时候应该也是 对在这边走起 那没办法了吧 这个地方 为什么来两下 飞气已经有点 太难下了 飞气目前是 一个眼还怎么没有 下边是有个眼 但这眼 轻易不用做 做完了这种断点 就是黑系 明确的眼 暂时一个的还都没有 或许有个后手眼 所以 黑系往外逃 不管怎么逃都 智慧比较大吧 黑系逃的方向 价值小嘛 虽然白系是飞有点着急了 这样一靠出来还挺厉害的 后来变成了 但这样白系肯定走不出刚才那个攻击黑系的效果了 如果再走这个黑系就跑出去了 方向就不一样了 黑系不往那边跑了 虽然弄出个打结了 如果白打那边 黑系会护这个吧 是这样的打结 黑系抗 如果白系站住 黑系 尝下去 黑系应该就连回去了 这样的 最主要是白系站这个节 其实 黑系这些残着 还没吃劲 是这样 我可以把你 在那边 黑系的 所以我要是你沾上 我都要在谁的网 嗯 白系倒不是在乎左边那个 多少的问题 就是白系就沾上 其实 这一串白系没得到啥 这一串白 对白就花了手术 最后 也没怎么样 嗯 嗯 但是黑系也找不到太过节了 就提了 这样就转换了 转换 总体来说 应该黑系好一些的 白系吃了 三十目多一些 黑系少了 十目起吧 四十目差不多 然后先不说下边的死 就 下边死活看不清哈 假设按后来这看的话 黑系大概能为十个目吧 十个目多一些吧 加上下边这中间 黑系能增加二十目起 差不多 嗯 白起呢 这个图就得和那个 嗯 就得和这个对比了 嗯 嗯 再加上刚才那二十这个 肯定远远比左下角这个大一些了 然后刚才那个只是木树 还有后保呢 所以白系右边还会有问题 这中间两朵花那个 对周围影响都巨大的 所以实战的结果 这个 如果跟之前那笔肯定是不行 但是 白系毕竟还吃了点 所以其还能下 虽然亏了 这可以打入 打入之后 这里是挖 挖也差不多 是吗 这可能一下还分不断白起的 如果走这呢 你一定要吃呢 我 挺乱的吧 实际上这样 先说拔个花 我翻过去了也不一定不行啊老师 翻过去了也不一定好 我刚才这个图子都不一定好 我翻过去了也不一定不行啊老师 翻过去了也不一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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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这个段了 我之前不打那个段这个段就翻过了 我当时不打那个段就翻过了 我当时不打那个段也就翻过了 实战这样差不多了吧 之后 说话都是正常的分寸吧 明黑中间比较厚嘛 白血没敢走太深入的 你要不要再下一步我肯定要把你推断了 之后断这个 断这个 断这个达到目的了 我应该先打那个吧 我应该先打那个吧 再断这个 哎 差不多 差不多 这时候 黑棋不走 要不是身后 闔饼里有啥气吗 嗯 垊里山... 是剃蜜 那就是 肺废时 适当的也也不一定肯定要去粘住那个两个子的 这些还是得打吧这些对白鞋就重的 走别的就代表这就代表一定你这个粘不便宜吗 那去为啥粘这个呢将来有机会应该打这个的呀 那就慢慢走呗 这先手那一定要变化了呀 将来黑鞋最理想的是把白鞋逼成这样吧 这个还是有希望能实现的吧 因为因为这个节对白鞋重白鞋提过来对黑鞋没啥影响 而如果白鞋不找接受黑鞋打马上白鞋要崩溃 就算说关也不是接那个应该是这样吧 假设黑鞋想退让的话可能选这个好一些吧 嗯 但这个也有这个问题 这个脚好像 脚好像 没活 可能双活什么 那低感应该可以保留一下吧 那淡了 重安 后来看 就收两个关子 就收两关子 也比那个24会下 后面就 这地方白鸡不知道糊起来 还是那个大吃好 这个算不太轻 这左边白鸡少三木 上面能多几木吧 这俩搞不清哪个好 这个大吃蛮大的 这大吃其实还是挺大的 后面小关子应该都差不多 白鸡铺好像没啥必要的 铺好像没啥用的 最后还是和一空多一些 这次我还是看不太动 之后左上角黑鸡有点过分了 应该中间那是几锁吧 后来呢 白鸡这飞也是过了 白鸡应该慢慢下的 虽然着急了 这个飞着急了 就被黑鸡跨出来打结了 打结之后 黑鸡形式就变得好一些了 比较幸运的是 白鸡右边还 黑鸡不管铜木厚 白鸡右边没有太明显的问题 比较幸运的是 白鸡下边和右边还算活了 即便都活了也未必好 最后 关子正常还是黑鸡好一些吧 嗯 好 看其他地方呢 嗯 好 那摆到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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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